中共十九大后 蔡总统将出访 南太平洋三友邦 过境地点早规划 是夏威夷却保密到家 28号总统从台湾出发 30号先到马绍尔群岛 再飞到土瓦鲁 最后出访所罗门群岛 11月4号回到台湾 去城过境都是美国檀香山 还停留两个晚上 会见到美国哪些官员受到关注 他这次在夏威夷待的时间比较长 有机会碰到更多的美国政界人士 包含就是像夏威夷州的州长 国会议员官员 会不会也趁这个机会来见面 这也不能排除 过去扁马出访南太都是过境关岛 现在我国关岛外馆侧馆 将改过境夏威夷 出访过境外交部不愿太早 公布有关两岸局势 14号宣布出访南太 四天后就是中共十九大 总统出访又落在十九大之后 台湾一举一动都得小心硬硬 十九大完之后 整个人事的布局底定 还有就是习近平的政治报告 里面也没有牵涉到一些 对台的一些政策 需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完之后 才决定是否出访 总统第一次访双巴 搭乘中华航空 碰到华航罢工 第二次改搭长荣航空 这次出访南太再搭华航 借出访巩固外交窘境 但两岸关系如履薄冰 又适逢中共十九大敏感时机 蔡政府步步为营 记者阿公杨麦成文月台北采访报道